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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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时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隆重开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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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赢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5%以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以上 粮食产量稳定在480亿斤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左右 进出口总额增长6%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45万人左右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虑 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李乐成指出 做好今年工作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三是坚持稳自当头稳中求进 四是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五是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随后 李乐成从十个方面报告了2022年政府重点工作 全力以赴稳增长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坚定不移抓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持之以恒 强创新 促进动能加快转换 精准失策 调结构 奋力做好三篇大文章 统筹坚固促协调 推进一圈一带两区城市建校 扎扎实实 强基础 稳步推进乡村振兴 更高水平 阔开放 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 坚持不懈 优生态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轻情轻力 保民生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标本监制防风险 手牢安全发展底线 同时 今年省政府将继续办好实践民生实事 李乐成说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使命 政府系统要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胸怀国之大者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 恪守忠诚担当 建行初心使命 勤勉奉献争先 强化政治建设 履行政治使命 强化法制建设 坚持依法行政 强化能力建设 增强干事本领 强化作风建设 提高落实成效 强化廉政建设 做到廉洁奉工 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李乐成最后说 奋斗成就梦想 实干创造未来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以逢山开路 御水驾桥的勇意 以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的锐气 奋力推动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补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辽宁篇章 根据会议议程 大会以书面形式提醒代表审查 辽宁省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辽宁省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 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选举本级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和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办法 本台报道 过去年是辽宁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我手中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 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数字指标 以向向扎实的举措 勾勒了辽宁的奋斗姿态 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音音嘱托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 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迈出坚实步伐 我们仍能保持经济稳重向好 风险化解有利有效相当不容易 辽宁不容易 但是真的不简单 过去一年取得了成绩 为新的一年继续发展 积极了力量 鉴定了细心 过程改革开放 成效明显 应商环境持续改善 以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移居为目标的 应商环境建设深入人心 能够特别明显的感受到 外界对辽宁的预期越来越好 来辽宁投资合作的意愿 也越来越强 落地的大项目和好项目 越来越多 过去一年 辽宁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不断做细做实 数字辽宁制造强省 建设不断加快 智能化工厂 数字化车间不断涌现 肩膀挂帅 带土移植 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 在省内实现了转化 这些都加速了我们辽宁省 科技创新动能的聚集 我们力足吃透中央精神 吃透国家政策 实化落实举措 各项目标任务坚持 项目化 具体化 清单化 确保落地建效 实现实施良好开局 航向清晰 方能行稳致远 辽宁江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 振兴发展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 作为信心支援 动力支援 方法支援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实践 让今天的辽宁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具备了高质量发展的 诸多有力条件 辽宁地处黄金尾斗带 具有海陆通达的区位优势 资源 科教 人才 基础设施等 资产能力较强 这是我们实现新突破的重要基础 干部群众探阵性 谋阵性 抓阵性的激情 日益高涨 这也是我们赢得未来的最大底气 政府的工作报告客观地分析了 我省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突出困难 和严峻的挑战 那么类足辽宁发展的坚定信心 能够直面问题 勇于斗争 善于斗争 在改革创新和破解难题中 开创了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局面 振兴发展使命在坚 成就梦想唯有奋斗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部署的开局之年 大家纷纷表示 要牢记嘱托 感恩奋进 锐意进取 改革创新 一步一个脚印 把总书记为辽宁剥话的全面振兴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 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大文章 使创新引领数字赋能产业集群 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生之重 继续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赋能实体经济 用素质技术 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推动智慧农业应用 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加快陆海新通道建设 提升开放服务平台能及 加大区域合作力度 辽宁未来更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顶住转型阵痛 摆脱路径依赖 注重发展品质 要抗劳十四五全面振兴和取得新突破的政治使命 最经会神谋振兴心心无旁骛抓发展不负新使命实现新突破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保持逢山开路 遇水驾桥的勇气 保持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的锐气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台报道 今年省两会继续开设厅局长通道 邀请省科技厅 工信厅 人设厅 农业农村厅和商务厅的五位厅局长 从各自领域出发 解读政府工作具体部署 回应社会各界关切 如何才能加快汇聚创新资源 打造创新高地 省科技厅厅长王立威在厅局长通道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将集中力量建设二十个中式基地 开展撮合对接活动二百场 加大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对接撮合来畅通渠道 打通读点 今年我们力争要确保四千项以上的科研成果转化 那本地转化率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四 通过我们的这些努力 让更多的科研成果 在辽宁大地上转化为科研项目 工业星则辽宁星 去年我省制定专项行动计划 解决了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 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 今年省工信厅将精准施测调结构 解决如何干得好干出成效的问题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数据金矿挖掘好 建设我们的工业大数据的交易平台 我们开展撮合对接 开展四点示范 开展服务诊断 建造一批数字化的工厂和智能化的车间 还要办好2022年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今年我省将着眼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坚持经济发展就业优先导向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推动就业扩容体制 今年力争在全省打造十家优秀的就业创业浮化基地 培育一万名创业呆头人 扩大就业的蓄水池 通过市场的广泛征集 企事业单位的招聘 就业见习等措施 开发40万个以上的 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就业岗位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辽宁肩负的光荣使命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我省粮食生产要努力实现一稳定量提高 一稳定就是要稳定粮食波动面积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给我省的粮食种植计划和大豆扩种计划 量提高就是要提高粮食单产提高粮食综合产能 在高水平扩大对外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在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中取得新成效 今年我省将成立省级工作专班 开展海陆大通道畅通行动 一个方面就是要加强海陆大通道的硬连通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提高通道的服务标准化 这些远连通的设施 那么提高我们通关的贸易化和便利化水平 争取尽快的实施互联互通的一单字进程 本台报道 省两会已经拉开帷幕 从今天起我们将与多名代表委员 在云端会面在线上唱谈 今天请看两会云访问第一集 关注两会云端唱谈 大家好 欢迎走进两会云访问 今天我们聊的是乡村振兴的话题 只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已然吹响 单农工作的重心已经从脱贫攻坚 向全面推动乡村振兴转变 乡村振兴究竟应该振兴哪些领域 我省又配套了哪些真金白银的政策 我们先从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好的我们首先来连线省政协委员 省农科院院长隋国民 隋院长你好 你好 关于乡村振兴总书记提了20字的要求 我相信这20个字您一定是烂书于心的 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丰文明 智力有效 生活富裕 那么这20个字对于您在乡村振兴领域内的 这样的一个人士来说 您怎么去理解这20个字 这个乡村振兴啊 二十字方针 实际上我觉得是从中央那个层面 对我们乡村振兴提出了一个既是一个战略目标 同时也是我们对乡村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和部署 那么这里产业形望 我觉得在这里面应该是基础 那么是前提 那么只有产业形望 那么未来才能够带动农民增收产业发展 是吧 才能实现人民赋予这个美好的目标 非常感谢所有人接受我们的临线采访 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 乡村振兴要为农民而兴 把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政府引导带领农民一起干 农民自己能干的就让农民自己干 真正最大限度的把产业增值收益留在当地 留给农民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朝阳的做法 我们今天来到了东北地区最大的设施羊肚菌的种植基地 大哥你种这个羊肚菌多长时间了 我种了一年 感觉咋要挣着钱呢 挺好 一年我人三亩多地儿 二十多万 二十多万呢 二十多万 很贵 怎么的 八十到一百 黑黑的头白白的比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羊肚菌的小时候 这个灯带是我们根据羊肚菌对光的吸收特点 我们特意开发的这种LED灯 这可不是市场上普遍买的这种灯 那么还有这个自动风管系统 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扰油和那个排风系统 那么这些风扇在这个环境的温度湿度不合适的时候 它会自动转起来 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咱们各个棚里面的这个温度湿度的情况 对现在的这个情况 它会自动反馈到这儿 然后有不正常的它会自动跑到前面来 不正常的理论上讲它应该自动处理 小菌菇高大上的背后是当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有机融合的生动实践 朝阳县有杨赌军 那朝阳陵园的花卉产业也是越开越盛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省人呐代表陵园花卉合作社理事长 善规双 善代表您好 您好 我们都知道从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是有三年的过渡期的 而这个过渡期期间扶贫的政策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个政策做好乡村振兴 第一年把政策宣传到位 是主体龙头企业合作社 产业大户组织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二乡村振兴主要是产业人才组织和生态等多方面的 重点围绕乡村特色产业 要选准特色产业选准项目才能使 使之更好的发展 进而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 加强产业化建设 好的感谢善代表接受我们的云访问 乡村振兴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我们要成事而上接续奋斗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 稳步前行 好 感谢收看本期两会云访问 谢谢 好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我的腰腿不能做出 输筋剑腰 快去哪儿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健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猪疼 没有腹疼 健康健康 怕这堂多健存 健存 凌这堂酸奶全国 销量领先 薰勒宝如意 我的腰腿 我来坐坐 说今见腰 好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陈礼界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来看看我们的航天英雄 神州1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已超三个月 加上此前的神州7号任务 翟志刚累计载轨工作已达100天 2008年神州7号飞天 翟志刚成为我国首位出舱的航天员 此次神13飞行任务 他又已完成两次出舱任务 成为目前出舱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再来看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 北京时间昨晚 出征亚洲杯的中国女卒 迎来了小组赛的首战 凭借着王霜的没开二度 以及王珊珊张信的破门 中国队以4比0击败了中国台北队 取得了亚洲杯的开门红 好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新闻 稍后主播陈天和小明将会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下半场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公布 2022年1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有3.8%下调至3.7%下调十个基点 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有4.65%下调至4.6%下调五个基点 昨天农业农村部表示我国乡村产业正快速发展 202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931元 实际增长9.7% 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6个百分点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 2021年信息通信业实现新跨越 千兆官网具备覆盖3亿户家庭的能力 双千兆网络加快建设 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42.5万个 全国51.2万个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 贫困地区通信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白皮书20号发布 预计到2025年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 届时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能级将显著提升 且初步建设成为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核心承载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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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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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单位宿舍 冷库管理员为1月19号通报的核酸检测阳性者一和二的密切接触者 确诊病例二 现住丰台区育泉营街道宜兰园医区 日常批发经营速冻食品 工作单位地址为某公司西南郊冷库一楼大厅 据1月19号通报的核酸检测阳性者三四五的工作冷库不足500米 曾与这三人在单位附近的华兴饭店就餐 1月20日北京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对1月19日本市通报的核酸检测阳性者 一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测序分析结果显示为德尔塔变异株AV.30进化分支 与本市1月18日通报的核酸检测阳性者病毒序列完全一致 属于同一传播链 目前 北京市已对相关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密切接触者追踪 对所涉及风险点位进行排查 对各类风险人员进行分类管控 来看天津方面 19日零时24时 天津市新增1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在金南区青行12例 浦东行2例 其中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新增病例均系被隔离管控人员 再来看陕西1月19日零时24时 陕西无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疑似病例 无症状感染者 治愈出院142例 自2021年12月9日以来 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077例 其中出院1481例 再院596例 另外 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 1月19日零到24时 河南全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4例 郑州市1例 安阳市19例 许昌市4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例 13例本土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清晨的渔岛被一艘艘渔船吵醒 经过漫长的休渔期 又到了收获待遇的季节 我还玩打岛鱼啊 打上网的 打回来品尝啊 看我们带鱼多好啊 因为我们这里是荒海跟不海交接去 汗水冷 带鱼胜长 中体仓 幼稚鲸 口感好 好吃油沙用 管盖是卖不足确 放在冷库里 还在自己费用 所以我们把带鱼做成无症带鱼罐头 让你们尝尝 今天 我们走进带鱼罐头原产地 让您看得真真实实 吃得明明白白 原价199元10罐的5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同时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6块多 不含色素 香精 防腐剂 机会难得 名额有限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4007102855 首先 清洗 清洗完以后 需要在盐水中浸泡一个小时 为的是杀菌去腥 我们的带鱼去头去尾 指流中断 油炸好的带鱼称重装罐 保证每一罐都足筋足两 再把我们熬制好的油 放到带鱼罐头中 让带鱼更加鲜美 罐头经过真空面菌 是没有细菌了 这样吃起来更健康 更鲜美 五香带鱼罐头 具有肉质细腻 滋味浓厚等特点 带鱼盖浇饭 带鱼拌面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佳品 孩子吃了更聪明 老人吃了不发胖 身体好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香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6块多 机会难得 请立即拨打鸟山热线 4007102855 我替我们村的渔民做主了 你买10罐 我们送10罐 另外今天我再加送10罐给大家 花10罐的钱 就能收到30罐的带鱼罐头 这么多长长 是的 这样才能表现出我们的诚意 我们的带鱼好 我们才敢这样做 哇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么说吧 这桶鱼肉能吃到嘴里 没有任何鱼腥的味道 而且一咬 它每一口肉汁都特别的 并且特别的紧实 早晚熬个粥 吃上一罐 中午配个米饭 吃得特别香 而且带鱼是深海鱼 对我们身体也特别好 我家小孙女 一天能吃两罐 带鱼罐头确实好吃 鱼子鱼骨特别酥脆 看着电视上渔民挺实在的 我就多买了几箱 花10罐的钱 就能买到30罐 真实惠 这会儿正好赶上搞活动 我一下子就买了两大箱 原价199元10罐的 五箱带鱼罐头 现在199元 就能得到20罐 厂长再加送10罐 足足30罐 让您带回家 每罐只要6块多 机会难得 请立即拨打秒杀热线 4007102855 本金时间7点09分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新闻继续 现在离虎年春节 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了 但电影春节档的争夺战 已经开始 各家电影片方也是摩拳擦扎 截至目前已有 《长津湖之水门桥》 《奇迹被小孩》 《四海》等八部影片 定当2022年春节 整体而言 今年春节档电影 涵盖了喜剧 剧情 战争 动画等类型 丰富多彩 去年从9月30号 开始上映的《长津湖》 总票房已超过57亿元 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由电影《长津湖》 原班人马编导制作的 《长津湖之水门桥》 刚刚在1月30号 宣布定当 今年大年初一上映 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 第二次战役中的 《长津湖战役》为背景 几连战士 在敌人撤退的 咽喉要道水门桥 展开殊死搏斗 春节档另一部战争题材影片 狙击手 由张艺谋指导 该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的 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 讲述志愿军 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经历下 与美军精英狙击小队 展开殊死较量的故事 想看奇迹 然后因为题材比较励志 主演是杨千玺 也比较喜欢她 《我不是要神》的导演 文木野的新片 《奇迹扮小孩》 由易阳千玺 王传军 永梅等出演 该片讲述了一段 发生在南方深圳热土 逆转人生的拼搏传奇故事 由于易阳千玺 也出演了电影 《长津湖之水门桥》 因此 有媒体把这个春节档 易阳千玺主演的这两部影片 戏称为《双喜临门》 另外 韩寒指导的新片《四海》 依然延续成长和青春的主题 电影《这个杀手不太老径》 由邢文雄指导 影片改编自日本电影《魔幻时刻》 由开心麻花出品的新作 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喜剧片 《春节档》的这个影片 也是扎堆上映是比较多的 这个题材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 也是满足了不同观众的需求 目前春节档的想看的指数 比较高的三部电影 就是《水门桥》 还有《奇迹》 还有《四海》 整体的春节档的预售情况 将在本周末陆续会开启 2022年春节档的动画片有三部 分别是《熊出墨重返地球》 《喜阳阳与灰太郎之匡出未来》 《小虎敦大英雄》 除了《熊出墨》系列大电影 是《春节档常客》外 《喜阳阳与灰太郎》系列电影 时隔七年后重返春节档 相信能够勾起不少观众的记忆 记者同号刘超报道 春节假期更值得关注的 还有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也即将开启 大家对冰雪运动的热情被点燃 在山东的滋伯 就有一个两岁半的小宝宝 在家长的带动下爱上了滑雪 并且因为萌萌哒地看滑雪姿态和状态走红网络 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点赞 这个叫沉沉的小朋友 滑雪相当淡定 即使摔倒了也不着急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在哪摔倒就在哪 趴一会儿 小家伙就这么趴着 直到爸爸把他抱起来 这服务贴心到家了 小沉沉也因为萌萌大的滑雪姿势走红网络 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想法的 看到视频上有一个八个月的孩子有滑雪 但是孩子太小了 也怕他就是受伤嘛 今年就是今年两岁半了之后 我就觉得他可以体验一下 他自己也蛮喜欢的 所以今年就带他来了 陈镇只有两岁半 滑雪场没有这么小的装备 爸爸妈妈就为他从网上购买了全套的单板滑雪装备 穿上之后 小朋友那真是又萌又萨 真的是小朋友又萌又萨 老年人也不逊色 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一支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骑行队 年龄最大的队员已超过80岁 65岁以上的则占到了90% 2017年老人们看到北京和张家口全力筹备2022年冬奥会的新闻 他们决定从太原出发 经新州 朔州 大同 到达张家口和北京 一路骑行宣传奥运 出发前 老人们做了充分准备 储备体能 并安排一辆老年代步车 一路跟随做好后勤保障 北京之行来回近一个月时间 骑行约2000公里 回太原后 老人们骑行的热情更加高涨 每周三 周四 周六和周日 只要天气条件允许 他们都会骑行 每次距离超过40公里 老人们也越来越有活力 我生生感到了 我骑行 我快乐 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行 老人们每天都在关注 冬奥会的相关新闻 靠用北京冬奥全光 让我们一起期待冬奥的成功 和健儿的精彩比赛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我的腰腿 要做手 说今见腰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 陈礼界 我会让我们一起期待 擅作魂 我的腰腿 我做手 输筋剑腰 快走起来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尖盘出了问题 就怕 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鱼山 陈礼界 新闻多角度 解读另一面 我们来认识一位 硬核的老板 河南商丘的小伙 杨飞的饭店 因为疫情暂停营业 困境中 他却做了个 让人意外的决定 在13名员工 集体报名 当抗议志愿者 并且工资照发 13名员工 在当志愿者期间 正常计考勤 发工资 杨飞表示 自己是退伍军人 也是一名党员 有疫情了 就应该上 没疫情了 再做生意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 每一位奋战在一线的人 都是平反而伟大的英雄 大伙都知道 弹壳非常脆弱 很容易碰坏 不过您看 这个 这是北京的一位 弹雕老师的作品 将冬奥元素 融入系列弹雕作品 献离北京冬奥会 其中最大的一件作品 《喜迎冬奥》 用浮雕和镂空的技法 经过三个多月的设计 雕割和打磨 最终在弹壳上 展现出了 别样的冰雪世界 有人说了 看这样 样式大致已经学会了 请问这双巧手去哪里领呢 冬奥会大幕即将开启 每一种为北京冬奥会加油的方式 都值得我们来称赞 再来看 昨天是大寒节气 北京迎来了降雪天气 同时也是北京2022年的首场降雪 冬奥会的氛围是更加浓厚了 要问雪花纷飞的长城有多美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上这张照片 剑扣长城上 积雪盖植被 近看宁霜挂雪 远看浓舞弥漫 长城内外 银庄素果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 正是应了那句歌词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闭上眼睛幻想 它不会停 真美 接下来给您讲述 千里走单旗的现代版 这位小伙子名叫小云 今年29岁 他的这趟马背上的旅程 开始于去年的7月 起点在新疆的霍尔果斯 终点是重庆凤杰的家中 全程约4400公里 到15号 小云已经在路上走了半年多了 起初小云以为沿途会很顺利 但途中遇到了很多的险性 食物中毒 狼 寒潮等等问题 他都碰到我 最惨的时候 一个半月没办法洗澡 身上的盘站也只准许 他每天花不超过50块钱 但他觉得更值得记忆的是沿途收获的爱心和帮助 一人一马 建杖走天涯 还真有点江湖的感觉了 再来看这张全家福 两边的家长是孙海洋夫妇 中间的三姐弟是孙岳 孙卓 孙辉 这是他们一家五口的首次团员 妈妈包了饺子 而孙海洋则感叹 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 他要的很简单 一家人健健康康的 他想看着孩子们读书工作 没有什么其他要求 是啊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苦难 终于见到了彩虹 终于等到一家团员的日子 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不再打扰这个幸福的小家 而是心里默默地说出那句 愿天下无拐 好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我们来关注汤家海底火山爆发的后续消息 汤家议会议长 法卡法努阿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各方人员的不懈努力下 汤家首都努库阿洛法的机场跑道 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再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运输机 昨天已经抵达努库阿洛法的机场 法卡法努阿表示 受海底火山喷发的影响 努库阿洛法机场的跑道上 覆盖了厚厚的火山灰 当地民众和政府部门人员连日来 一直在清理跑道上的火山灰 目前该机场的跑道 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有媒体报道称 第一批抵达的国际救援物资 包括饮用水 食品 药品 储水容器 帐篷 清理设备等 此外 在汤家提供移动通信服务的运营商 迪吉塞尔公司当天宣布 在汤家的国际通话服务已经恢复 使用该公司移动通话服务的汤家居民 可以与海外的亲朋进行通话联络 不过 迪吉塞尔公司表示 目前使用的卫星数据通信容量有限 因此会出现无法拨通的情况 网络方面 由于海底光纜受损 汤家的互联网服务可能还需要一个月 或更多时间才能恢复 另外19号下午 汤家驻悉尼总领事 路易斯·沃特豪斯表示 根据他所了解的信息 目前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情况 所以,首先, there's a very good, strong Chinese community in Tonga and a very hardworking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y would be some amongst the first people to roll up their sleeves and start to work to help bring Tonga back on its feet we have not heard of any serious problem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I'm sure they'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helping Tonga to turn things around 我们会继续关注汤家的后续消息 实现转向埃及 历经三年打造 埃及艺术家法迪·弗朗西斯的百位名人雕像计划 近日终于完成 埃因斯坦 孔子 莫扎特 泰戈尔等等 在弗朗西斯的家中 每一位人物雕像都看起来栩栩如生 弗朗西斯表示 艺术是文化交流的纽带 自己通过打造微型雕像的形式 让每一位100位世界名人聚集一堂 也是为了传递这一思想 好 接下来 浏览国际大事 白秒天下为您梳理国际焦点新闻 近期 美国疫情严重反弹 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住院病例持续激增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 1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已有近950万名儿童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单周新增儿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已连续23周超过10万例 现在 随着美国供应链危机持续恶化 食物价格和运输成本大幅上涨 全美多地食品银行 面临食物供不应求的困境 与此同时 新冠疫情的不断加剧 使得志愿者人数锐减 各个食品银行出现严重的用功荒 很多慈善机构也发现 越来越难以找到员工和志愿者 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点15分 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1485例 这是自该国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新增病例首次超4万例 也是继3号以来 连续两天单日新增创新高 当地时间19号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 和里约热内卢市两级警方展开联合行动 清缴里约室内武装贩毒组织 这是警方2022年为恢复正常社区生活行动 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目前已逮捕包括一名在逃银行抢劫犯 在内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缴获两辆摩托车 当地时间18号 印尼众议院举行全体会议 通过了国家首都法草案 印尼计划将首都从雅加达迁都至东加里曼丹省 新首都距离雅加达约2000公里 预计最快也要2024年开始实施迁都计划 好 咱们休息一下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抢 抢 抢 原价299元 明星同款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只需9毛9 抢到了 抢到了 今天只花9毛9 就能吃上句号老师推荐的蓝莓叶黄素 太值了 打电话 打电话 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9毛9 太划算了 原价299打个电话 不到一块钱 那还等什么 赶快抢吧 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我们都在去 好消息 好消息 为了庆祝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销量突破80万盒 厂家特拿出5000盒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回馈新老客户 著名艺术家 句号老师 清醒推荐的 原价299元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现在报到电话 今天只要9毛9 只要9毛9 数量有限 只限前200名报名成功者 不得重复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赶快抓紧时间申领 抓紧时间 现在 马上 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 报名枪够吧 你还在为眼干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红眼白内障 快要吗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 看报用老花镜 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立即申领 句号老师推荐的 大品牌 大优惠 大畅家的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9毛9 一个电话 快递给您送到家 一许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分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 可吸收进入 眼睛内部的油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睛内部的 正常血液供应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每一片都高含量 护眼浓缩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 天然叶黄素 高纯度 耗吸收 每天一片 即是补充 眼细胞缺失的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势力 现在发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说划算不划算 我一直在吃 对眼睛特别好 以前就是太贵了 一瓶都要耗鸡板 现在趁着活动 我改天抢了两趟 能剩下好几千块钱呢 以前我看个报纸啥的 那全于重影 你看我现在 日历上这么小的字 我不带老花镜 看得也非常清楚 这次蓝莓叶黄素 九毛九的闺蜜活动 真为我们老百姓 做一件大好事 老眼病折磨我十几年了 多亏有了福知糖 蓝莓叶黄素 可帮了我大忙了 这是厂家 直接做活动 每天才九毛九 我一下子就抢了 一年的量 怪眼健康 就选福知糖 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建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热烤 没有福当 健康健康 怕这糖喝建春 建春 灵热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鲜乐宝如也 首先来说一条好胶子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 欢迎一起走进新闻 下半场 我出席江湖来 周末生活秀 秀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我们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 浏览国际大事 翻转中下 会出力组国际 欢迎来到 导演七乡站 至少万千 都收费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引领资讯未来 好 节目最后 让我们一起欣赏 七乡观察员 昨天拍摄的照片 欢迎收看第一时间 我是陈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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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